主席市政府我们的理局长 还有我们的市处长 高宏安出席活动特别介绍 站在身旁的民政处长市熟庭 作为高宏安爱将的他 似乎因为有靠山战狼上升 即便被外界批评偷录音公审部署 态度还是很强硬 特定政党以及有信任是刻意的造谣 因此将录音党公开 以便作为自我保全以及政务的使用 第一时间强调是为了自保 市熟庭公审部署还反抢造谣 事隔两天市熟庭脸书继续开战 说这两天有很多支持者打来问我 怎么有办法录倒音 市熟庭表示来由很意外 因为这名专员闯入他的办公室 呛他说七月退休 杨林议员邀约他去帮忙 他为了确保未来可还原一切恶意行为 则拿出手机录音内容 只是市熟庭身为民众党党员 录音这动作恐怕踩了党主席柯文哲大忌 李中庭把这边当作自己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他先进来我不在的时候 后面还带了一群人 那你这样跟他讲也很奇怪啊 可是我自己当老板 在底下偷录音就被我枪毙 这很烂的文化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时 北市议员揭发体育局章 恐吓下属录音党 当时直接开骂烂文化 面对自己人也偷录音 民进党议员提出疑问 不知道柯文哲主席该如何处理 司聚庭处长 大家都很好奇 柯文哲过往发言被挖出 高喊偷录音就会被枪毙 不晓得现在是否也会用 相同标准研办刺甲人 三立新闻张浩宜 曲道云台北新竹综合报道 岁月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